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12月21号 长征5号摇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后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于12月底前后 择机实施飞行试验任务 长征5号摇三火箭 于10月底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后 按照飞行任务测试发射流程 陆续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 今天上午8点25分 承载着长征5号摇三火箭的活动发射平台 使出发射场垂直测试厂房 平稳行驶约2小时后 安全转运至发射区 后续在完成火箭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 并确认最终状态后 火箭将加注推进机 按计划实施发射